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些女明星为了自己后半辈子生活无忧无虑 就算是嫁入豪门给几个孩子当后妈也心甘情愿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盘店一下吧 22岁的林月云不仅演艺事业发展得顺风顺水 而且还打入了富泰圈子 结识了不少豪门富泰 并和富泰郭淳美成了好闺蜜 那时候郭淳美一直把林月云当作妹妹看待 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会想着她 经常邀请她到自己家做客 等说一回生二回熟 去郭淳美家里做客做得多了 林月云和闺蜜的丈夫侯士红也逐渐熟络了起来 林月云对才华横溢且长相英俊的侯士红颇有好感 在相处中爱上了侯士红 于是不顾闺蜜情分怼她暗送秋波投怀送报 就这样林月云和好闺蜜许淳美的丈夫侯士红 偷偷地勾搭到了一起 直到1977年 林月云怀孕 侯士红打算和妻子许淳美谈牌离婚 两人的地下情这才浮出了水面 许淳美坚决不同意和侯士红离婚 就一直耗着 所以直到侯佩曾出生 林月云都没有得到任何名分 后来在老情人侯士红的热心介绍下 林月云在打麻将过程中认识了富豪太太蔡贵赵 随即和她成了牌友 这一次林月云描上了蔡贵赵的老公邱家雄 和当年如出一辙采用了头怀送报的手段 成功让邱家雄败倒在了自己的石榴裙下 1983年在侯佩曾五岁的时候 林月云正式与侯士红分手 并淡出演艺圈做起了邱家雄的情妇 据了解 林月云做了邱家雄三十一年的情妇 也就是说 她霸占了闺蜜蔡贵赵的老公整整三十一年 2014年1月21日 邱家雄病逝享受77岁 邱家雄去世后 拿到遗产的林月云母女 并没有出席她的葬礼和告别式 如此翻脸不认人过河拆桥 无情无义的行为简直令人发指 2.谢欣 2019年6月 谢欣被拍与陈炳丽当街机吻 难设难分 当时谢欣刚从花店出来 还站在路边 陈炳丽则在驾驶位 两人只是短暂见面 全程三分多钟 清完之后 谢欣回到花店 陈炳丽则开车离开 出轨恋情已经成为实锤 谢欣与陈炳丽认识是因为 共同主持了一档综艺节目 成为了好朋友 因为两人走得比较近 所以经常被传出暧昧的绯闻 比如一月份 两人被拍到在机场一起入境 还穿情侣装 台湾媒体曾拍到 两人在车上共处48分钟 个人社交软件上 隔空秀恩爱 可笑的是 谢欣和陈炳丽的妻子 还是好闺蜜 陈炳丽的老婆 龚淑青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美女 结婚后一直在家相夫教子 三颗小孩养得非常可爱 老公还是不懂得珍惜找了自己的闺蜜 被结婚八年的老公和闺蜜双双背叛 事后陈炳丽对于此事反应迅速 立刻召开记者会道歉 表示对于此事归结于满满的友谊 没把握好分寸 并称是因为当天谢欣心情不好 于是安慰她而现问 为了帮她打气 谢欣也发出自己的亲笔信道歉信 信中提到 让友情变了调的我 深感歉意 让一时一有的情感跨越了那条线的我 倍感羞愧 对不起 自欣心主持民事节目 综艺大集合12年 全台外景跑透透 更获得金钟奖 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获得不少中高年龄群足的喜爱 加上零星的主持活动 通告等 有稳定的月收入 后来被通知拔掉 她在旅行应援团的主持棒 让她月损失至少8万元 主持工作也仅剩下大集合 因为那场路边 急稳人夫陈秉丽 让她的形象几乎全毁 而她也在第一时间请假主持 所有工作被全面暂停 三 王祖先 1985年 经纪公司为了能够尽快 巩固其前的偶像地位 决定趁热打铁 为她量身定制了一部电影 防草壁连天 为了保证这部电影的票房 齐秦公司盛请邀请王祖贤 制片方为了缓和两人的关系 让齐秦先教王祖贤唱电影的主题曲 慢慢的两人就产生了感情 在一起了 1993年 王祖贤和富商林建月相恋 与齐秦的感情终究败给了距离 没逃过七年之痒 林建月对王祖贤是穷追不舍 死缠烂打 一追就是三年 王祖贤一开始就没看上林建月 因为林建月一世有父之父 还是五个孩子他爸 可是依然不改风流本性 后来林建月利用自己的家族势力 英雄救美 替王祖贤摆平了很多事情 加上林建月的甜言蜜语 答应王祖贤离婚后娶她 王祖贤很快就被林建月攻陷了 但是林建月只是口头答应 当时并没有马上离婚 和妻子谢玲玲名义上仍是夫妻 于是王祖贤和林建月的恋情一曝光 王祖贤就因为插足别人婚姻 做小三等被骂上了热搜 而林建月的母亲和儿媳谢玲玲的关系非常好 加上谢玲玲为林家生下了两男三女 在林家的地位已十分巩固 因此林母极力反对儿子离婚 当媒体采访林母 怎么看待儿子的婚外情史 这老太太竟然侮辱王祖贤 王祖贤从众星捧月到被骂是小三 本身就出自名门望族的她 哪来受得了这等气 1994年 27岁的王祖贤推掉所有的片约 逐渐淡出演艺圈 暂避风头 4.孙翠凤 孙翠凤是台湾歌仔戏的第一小生 一生现身于歌仔戏的她 允文允武一生一旦 是歌仔戏团名画园的活招牌 唱歌仔戏不但要有好的歌后 还需要有大量的肢体表演 演员们每天需拉筋练身段 徐翠凤这一唱就是三十多年 而这位光鲜亮丽的第一小生 背后却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心酸 孙翠凤24岁时 在母亲安排的相亲下 与明华元后代陈胜福结婚 于是她夫唱夫嘴 一生都献给歌仔戏 顶着明华元的招牌 努力传承这项传统表演艺术 她的老公陈胜福 后来成为了明华元的团长 婚后孙翠凤喜获林儿 没想到儿子出生五个月就去世了 孙翠凤坦言 那是她人生最大的遗憾 没想到后来 孙翠凤的老公又和她的亲姐姐 发生婚外情 还产下了一个女儿 当时孙翠凤已产下大女儿 悲痛万分的她曾经想过要离婚 一边是挚爱的老公 一边是自己的亲姐姐 孙翠凤后来选择原谅 甚至含悲照顾姐姐生下的女儿 在姐姐怀孕期间 孙翠凤还细心地照顾她 两年之后 姐姐找到了好对象 决定结婚 孩子是无辜的 于是双方达成共识 要共同抚养这个女儿 孙翠凤与姐姐也近视前线 各自经营起自己的幸福家庭 老公与姐姐乱伦产女的事 在明华园是公开的秘密 也是孙翠凤心里最痛苦的阴影 多年后 孙翠凤曾开记者会 她表示 心疼老公陈胜福 为了这件事付出许多代价 她甚至公开感谢姐姐的退让 感谢姐姐的宽宏大量 让我保有健全的家庭 孙翠凤一路熬过了丧子之痛 老公与亲姐姐的乱论 她坦然面对人生的困难 忍人所不能忍 孙翠凤练就港铁之心 一次次熬过人生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刻 5.关之灵 关之灵初恋男友文彼得是皮草商人 模特 两人相爱一年多 不过文彼得无力替她父亲还债 两人值得分手 而此时金融圈富豪36岁的王国精 看到20岁的关之灵 便展开公示 并许诺给她幸福 一生优渥无忧 婚后关之灵自以为嫁入豪门 没想到王国精在外年花惹草 两人只得离婚 与成龙拍龙虎兄弟时 两人传出地下秘密恋爱 当时成龙可是有家世的人 不过关之灵对这段情矢口否认 之后传出关之灵与马清伟的恋情 这马清伟是富商马锦灿的儿子 也是新白娘子传奇中 青蛇陈美奇的老公 而关之灵当时是知道 马清伟是已婚的情况的 有江湖传言说 当时陈美奇有申孕 关之灵打电话去刺激她 说马清伟会抛弃她 多次骚扰下 陈美奇倍感压力 结果失去了孩子 因为插足事件 关之灵的丑闻爆发 名声被自己大大搞臭 据说在拍至尊无上时 关之灵为夺得资源 与向华强好上了 向华强花费200万 写关之灵做豪华邮轮出行 向太陈兰最后出手阻拦 关之灵见遇到对手 也就与向华强撇清关系 开始下一段感情 向华强和成龙之后 她的下一个目标是富豪刘鸾雄 刘鸾雄对她又是送钱又是送豪宅 还一同出行 据传刘鸾雄还送过 关之灵2000万港币现金 不过最出名的就是保龄球事件 相传两人以一颗球1000万作为交换 而关之灵则一口气赚了2000万 与刘鸾雄的绯闻持续了7年 关之灵又找上了小鲜肉 小6岁的嫩草模特黄加诺 不过这一段感情持续了4年 两人也没有走到一起 霸道总裁陈泰鸾 是关之灵下一个想走进婚姻的人 关之灵自爆 她与陈泰鸾2007年便已经相识相恋 不过两人婚变后 陈泰鸾却直接否认了结婚的说法 6.李立真 1999年 退圈两年后的李立真 携手千言万语电影再次回归 这次的回归也备受外界关注 那个千娇百媚的女人 穿好衣服回来了 这一穿 让李立真获得了第36届台湾电影 金马最佳女主角 第五届香港电影 金紫荆奖最佳女主角奖 一条熠熠生辉的星光大道 为她铺开了 李立真从风月片转战最佳女主角奖 再次成功地在娱乐圈站稳了脚 事业爱情两难全 穿心工作后就难照顾家庭 2000年 李立真和丈夫婚姻破裂正式离婚 重头戏来了 人生最大的黑历史也开始向她逼近 四年后 李立真被闺蜜李静廷爆料 三人同眠有着强烈的需求 一周52次 李静廷开记者会当众说 本来我们关系很好 我愿意让半个老公给她 事情爆出时 马桂灿接受记者采访 声称最爱李立真 根据李静廷的讲述 李立真经常在她家过夜 和马桂灿发生关系 更是经常开男女派对 多人夜夜升歌 甚至出书真人真事 描述出李立真丰富多彩的生活 震惊全港 李立真回复说 是因为自己没有借钱给他们 所以肆意造谣她 但没有多少人相信李立真 她被逼得写了六次遗书 多次试图放弃生命 更是哭诉患上了抑郁症 不久后 闺蜜李静廷改了口风 说爆料是假的 并写悔过书认错 事情被广泛报道后 没有多少人相信 李立真是清白的 网友还是继续用语音攻击 骂骂她 曾经占据娱乐圈半边天的李立真 名声彻底被毁了 对于以上这几位做过小三的女星 有的观众可能因为偶像滤镜 而选择遗忘或是原谅 但不管时代如何更迭 当过小三始终是不光彩 且不符合社会道德观的事情 他们终究会因为自己一时的过错 付出沉重的代价 林月云 林月云年轻时因为长相甜美 可忍被星探挖掘 那时台湾影视正处于迅速发展期 所以林月云事业发展非常顺利 可万万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林月云居然抢自己闺蜜郭淳美的丈夫 林月云经常到郭淳美家做客 因为同是闽南语演员 林月云和侯世红聊得十分头远 侯世红越来越无法割舍这段感情 打算和郭淳美离婚 郭淳美在知道后对侯世红大吵大闹 但她坚决不同意离婚 侯世红拿郭淳美没办法 就施巨资为林月云买下一处豪宅 还经常带着林月云去自己好友邱家雄家 让好友太太和林月云一起打麻将 在自家太太的介绍下 邱家雄才算是正式认识了林月云 时间长了 邱家雄对人美最甜的林月云也产生了一丝情组 林月云享受着两个男人对她的习心照顾 而侯世红在发现林月云和自己的好兄弟暧昧不清的时候 果断和林月云分手 重新回归了家庭 但另一边的邱家雄则表示 自己照顾他们母女 邱家雄在外为林月云建造了一栋别墅 和林月云正式统居了二十多年 在林月云63岁那年 陪伴了她三十多年的邱家雄离开 并且把自己的大部分家产三十多亿元 留给了林月云 回顾林月云的经历 看似过上了人人都羡慕的生活 但林月云却永远都摆脱不了第三者的称号 王祖贤 王祖贤作为上一辈人心中的女神 当初可是香港的玉女掌门人 刚出道就凭借出众的外貌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后来出演了《倩女幽魂》 《青蛇》等经典作品 更是在香港取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 王祖贤一开始是有男朋友的 是我们熟知的歌手齐琴 两位才子家人的爱情故事 因为齐琴隐瞒自己有私生子的事情耳高结束 1993年 王祖贤与有夫之夫林坚月传出恋情 玉女形象琴刻崩塌 原本大家对他之前感情失败的同情变成了唾弃 后来王祖贤也有澄清 林坚月和他承诺会和妻子离婚 但是被林坚月母亲否认 王祖贤也是因此坐实了小三的头衔 这一事情的出现可是让王祖贤的事业和感情大受打击 最后淡出迎凭 孙翠凤 对于一个女性来说 在一段婚姻中最无法忍受的便是来自丈夫的背叛 若是丈夫还与第三者生了私生子 那更是不能原谅 一定会走上离婚这条路 然而这次 一人孙翠凤却在这种事情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大度 她的丈夫曾与其亲姐姐闹出不伦恋 并生下了一个女儿 虽然一开始痛苦万分 但最后还是喊悲照顾姐姐生下的女儿 据悉孙翠凤是明华园的招牌 她的另一半陈胜复身为明华园的团长 两人一向赴唱赴随 但没有想到的是 陈胜复爱上了孙翠凤的亲姐姐 当时孙翠凤已经生下了大女儿 陈胜复难以承受良心上的谴责 加上孙翠凤姐姐已经竹胎案解 于是她主动向孙翠凤坦诚此事 之后三人到佛光山谈判 绝望又难堪的孙翠凤 面对一个是自己挚爱的老公 一个是亲姐姐 最后大度地选择原谅 陈胜复当时人在国外 接到记者电话时 她颤抖地说 我很抱歉 后来孙翠凤不但放下恩怨 还在姐姐怀孕期间细心地照顾她 双方还进一步达成共识 要供养这个可爱的女儿贝贝 因为陈胜复是贝贝的生父 孙翠凤的姐姐是生母 所以姐夫也就成了贝贝口中的叔叔 陈胜复还曾强调 这件事明花园上下和南部的亲友都知道 包括她的三个女儿也都知道事情的经过 贝贝从小学、初中到高中 有一半的时间是和陈胜复及孙翠凤同住 另一半时间则和亲生母亲同住 谢心 一人谢心近期努力摆脱负面形象的阴影 不只重回节目上通告 也边出外景边享受生活 近日去百月之一的向阳山 直接攻上北风 还晒出阳光洒落坐在山顶上的美照 但更让人好奇的是 在现实动态突然发布自己的亲妹妹 而且还是看新闻才知道 当时谢心翻拍新闻画面 发现妹妹带着小孩在澎湖游玩 而姐妹俩仔细看 的确有些地方相似 而在发文中先是写 我妹了 之后又转述妹妹接受访问说的话 透露妹妹似乎是第一次来到澎湖外 谢心过去因为介入阿祥的婚姻 成为重视之地 而沉浸了一阵子后 又再次重返荧光目前 不止彭内节目 就连外景也继续合作 虽然曾经一度受到相当大的打击 但希望自己能振作 并且面对自己 就算要上节目聊这些往事 谢心也无所畏惧 如今风波看似过去 工作和业配也陆陆续续恢复 关芝林 自从刘嘉玲与关芝林的前夫 陈泰明爬山的消息被爆出后 关芝林与刘嘉玲行生嫌隙 一年来几乎没有任何交集 之前 上海前首富周正义的太太 毛玉平的儿子于俊才 与任永贤的千金任爱婷 在香港举行婚宴 结果大家关心的不是人家新婚夫妇 而是刘嘉玲 关芝林同场亮相 却零交流 在香港娱乐圈 两位大美女年轻时 名气美貌相当 也曾多次合作 在戏里没少为了男人争风吃醋 在现实生活中 关于两人明争暗斗的消息 也已经传了多年 2008年有媒体称 关芝林代言的某品牌家具 突然不再跟她续约 代言人换成了刘嘉玲 令关芝林非常不爽 不过 关芝林之后也从刘嘉玲手上 抢走两个广告合约 环以颜色 还有消息指 两人为台湾富商 郭台铭争风吃醋 虽然有诸多不合传言 但这两人表面却是一副好姐妹的样子 他们经常相约吃饭 刘嘉玲49岁生日 关芝林还跟陈泰明到场 三人还拍了合照 而刘嘉玲微博上发出的 她与关芝林中处红的合影 更是让影迷怀旧感动 可2015年11月 关芝林突然自曝 已经与台湾富商陈泰明离婚 而不久前 陈泰明则被媒体曝光 和刘嘉玲一起爬山 提及此事 关芝林说 对于最近一两个星期的新闻 你们都有看到 他们不是小孩 也是成年人 他们没有想过其他人的感受吗 对于这一指责 刘嘉玲之后的解释是 她经常爬山 梁朝伟不陪她 所以哪个朋友有空就一起去 她跟陈泰明被拍到时 还有其他朋友同行 关芝林这样让她很莫名其妙 之后在出席朋友婚礼时 又被问及此事 刘嘉玲居然像走错了剧组一样 说她都不知道 关芝林结婚离婚 更是明确说出 与关芝林不是best friend 李立真 这位香港曾经的一代性感女神 17岁就步入娱乐圈 前后出演了多部青春剧 但一直都是半红不子 为寻求突破 1992年 她开始接连接拍了三部三级片 当年她清纯的模样让人恋爱不已 成为当时身价最高 最受欢迎的三级片女星 不过李立真的情路曲折又离奇 未婚怀孕 之后和音乐人许愿结婚又离婚 再跟已婚发行尸的一段 三批迷幻不沦练 轰动全程 2007年 身心疲惫的李立真和旧情人 也是香港导演潘元良附和 虽然两人从未承认过恋情 但李立真一直被指示 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 1987年 李立真遗情漫画家齐文杰 她和潘元良的恋情才告一段落 戏剧性的是 这一对原以为远近的恋人 竟然又走到了一起 离开潘元良的这二十多年里 李立真的经历也是波澜起伏 1996年 她与香港音乐人许愿结婚 但这段短暂的婚姻四年后结束 留下了一个女儿 期间 她在2004年被发行师马归灿太太 爆出一段三角关系 马太不仅爆出三人同床丑闻 更称李立真沉沦渡海 这让以为人母的李立真 形象和事业严重受损 李立真这段真人演出的三角闹剧 完全超乎正常人所能想象的范围 情节荒唐至极 过程比李立真过去任何一部三级片 都要精彩 感谢观看